他沒有要起來耶 起來啦 起來 漂亮 就這一張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薩達傳說王國之類 我是魏維 今天的影片裡面 我們要升級普洱亞平板 我們人在街市堡壘這邊 整個地圖的中央 在街市堡壘這邊 洛貝利等我們很久了 我們來跟洛貝利講一下話 他要回去哈特諾村 哈特諾研究所 那個地方雖然很偏僻 但是設備是最新的 所以如果我們去那個地方的話 可以升級我們的普洱亞平板 他要先走一步了 哈特諾村在哪個地方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打開你的地圖 然後你選你的冒險筆記 按L跟R 選冒險筆記 然後選到哈特諾研究所這個地方 然後按一下 這樣你就 T2上面就會標示出 哈特諾研究所的位置 就在閃黃燈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 拉尼爾山鳥望台這邊 然後從拉尼爾山鳥望台這邊 跳到這邊來 跳到哈特諾研究所 傳到鳥望台之後 我們就往閃黃燈那個地方過去 站在這邊 如果是白天的話 你就 應該是沒有那麼有霧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哈特諾研究所在前面 但是我們現在看不太到 我們就看著小地圖 閃黃燈的地方 然後飛過去 那 是這個樣子 今天我們要解鎖 平板的所有的功能 我們要解開神妙感應器的功能 我們還要解開 標記器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把自己設定 傳到任何的地方的功能 我們還要開啟足跡模式 我們還要有搜尋物品的功能 然後還要把所有的圖鑑都買下來 就全部的功能都要打開就對了 那我來快轉一下 好 這樣子我們就飛到了哈特諾研究所 我們來進去找 諾貝利 我一跟他講話的話 他就會馬上幫我們升級平板 我們的平板就會有 神妙搜尋的那種功能 神妙感應器 不錯 之後我們如果附近有神妙的話 我們就可以感應神妙了 那他要我們來試試看 神妙感應器怎麼用 所以如果我們往門口這邊走的話 慢慢走 你會發現神妙感應器有感應到神妙 這時候 諾貝利說 神妙感應器好像有反應了 難道這附近有神妙嗎 那我們就來去找一下神妙 在坡道附近調查 那如果大家調查一下的話 會發現神妙在這個地方 在下面這個 這個地方有一個石頭這裡面 我們就把這個石頭打壞 我們就把這個石頭打壞 就直接在研究所下面 跳下來就有一個 洞窟 這叫愛奇斯帕森林的洞窟 這邊 這邊有神妙 這樣這個地方是神妙 因為這邊是洞窟 所以這邊有魔幽衣 魔幽衣在這個地方 我們拿了魔幽衣以後 我們就來繼續神妙 這個叫做 瑪雅西西卡神妙 位置在這個地方 在地底 在研究所的下面 這個神妙是老魯的祝福 大家會覺得 王國身在這個遊戲裡面 老魯祝福實在太多了 老魯太喜歡祝福人了 要給我們魔法大帳 我不想要 然後我們來拿祝福之光 然後我們就離開囉 我們從神妙出來以後 直接可以通天樹上去 不用再爬上去 也不用從旁邊的洞口出來 旁邊其實有個洞口可以出來 但是我們可以 直接通天樹上來 比較快 比較方便 我們來跟洛貝利講一下話 我們要升級平板的其他的功能 已經找到神妙了 果然厲害 神妙感應器很方便 他要給我們使用說明 操作指南 隨時可以複習 如果我們忘了怎麼使用的話 我們現在再來增強其他的功能 傳送標記器 可以拿到三個傳送標記器 可以放在你想要去的地方 然後還有足機模式可以增強 還有圖鑑感應器可以增強 我們全部都要增強 那我們就說 我們想要新增傳送標記器 可以瞬間移動到任何我們設定的地方 但是 有一個問題 就他要我們去 阿卡來古代研究所那個地方 去拿試做的傳送標記器 試制的傳送標記器 那個地方有伊蓋隊 被不良分子佔據 因為我們要過去阿卡來地區 阿卡來研究所 所以這邊的傳送點打開來了 我們之後就可以把我們自己傳回來 如果我們去伊蓋隊那個地方 打了伊蓋隊以後 可以把自己傳回來 哈特諾村研究所這邊 隨時都可以傳回來這裡 這個是我們想要增強的功能 然後我們再說足機模式是什麼 如果你想要增強足機模式的話 要剪15座神廟 我目前剪了80座 我大概已經剪了一半多一點點 我全部的神廟有152個神廟 那因為我們剪了80個 所以我們可以直接把足機模式增強起來 喔 足機模式可以使用 啊 我很早就想要過來這邊增強我的平板 但是我覺得推進劇情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先解了火雞神殿 還有解了古龍族那邊的一些神廟 跟那邊的迷你挑戰 好我們再來跟他講話一下 圖鑑感應器的話 如果你想要增強圖鑑感應器 你要照五個怪的照片 要五個怪物的資料 才能升級圖鑑感應器 好這樣 那我們就來去 一蓋對那個地方 阿卡雷地區 然後順便要照五張怪物的照片 這樣我們就來傳到 阿卡雷地區 阿卡雷地區在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冒險筆器打開來 傳送標記器這個打開來 這樣我們就知道我們要去哪邊了 要去地圖的 右上方這邊 那我的話我會把我自己傳到 烏爾利山鳥望台這裡 那我們就從這個鳥望台這邊跳過去 空中沒有什麼可以到的地方 沒有更近 如果從這邊應該比較近一點點 但是我想要從 烏爾利山鳥望台這邊過去 我們傳到烏爾利山鳥望台以後 然後我們就 彈射出去 然後一路飛到 阿卡研究所那邊 可能要飛一段時間 我就來快轉一下 這樣子我們就快要到我們的阿卡研究所這邊了 不在那個之前喔 在阿卡研究所的前面 這邊有一些怪 我們要來照一些怪的照片 莫莫莉布林的照片我們來照一下 我們要收起五個怪的照片 然後我們來繼續去阿卡研究所那邊 好我們到了阿卡研究所這邊喔 現在是被伊蓋隊佔領了 我來把我丘利叫出來 丘利比較會打人 丘利已經出來了 好那我們就來 敲門 敲敲門叫伊蓋隊出來 那你要跟 伊蓋隊的大哥打 還要跟伊蓋隊的小弟打 大家小心點 哈哈你段數嗎 喔 射一點血 硬打 你可以打過 然後我們就來進去阿卡研究所裡面 這裡面 有伊蓋隊的衣服 大家有看我之前影片的話 我有進行介紹 怎麼樣拿伊蓋隊的衣服 除了伊蓋隊的衣服以外 這邊有 普洋亞的日記喔 之後再來看普洋亞日記 還有伊蓋隊的一些筆記 那我們 來這邊拿一個寶箱 大概在這個地方 這個寶箱就是 標記器的 試制的傳送標記器 這邊 我們拿到了試制的傳送標記器後 我們就可以升級我們的傳送標記器 不過我們在回去 研究所之前 我們想要去各個地方去照一些怪物的照片 這樣 那我們把自己傳到 這邊 這邊有一個 這邊啦這邊 傳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 西諾克斯可以照相 來 大概在這裡 好像我們要照五個怪物的照片 我們已經照了一個 我們剛才照了莫莉布林 然後我們現在來照西諾克斯 我大概在這個橋這邊有西諾克斯 可以幫他照一張照片 我現在可能在這邊 在這個卡洛克橋這邊 有一個西諾克斯 他沒有要起來 他沒有要起來 起來啦 起來 漂亮 就這張 好 我們幫西諾克斯照的照片 我們來再 再遇到其他怪物的照片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監視堡壘這邊 好 監視堡壘這邊有 霍拉布林可以照相 再從這個出口出去 前面那個 洞窟裡面 就有霍拉布林 好像大概在這邊 在監視堡壘的附近 有一個洞窟 這邊就有霍拉布林 這邊就有霍拉布林 這樣我們又幫了另外一個怪照的照片 我們現在有三個怪的照片 然後我們來去照 波克布林 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 海拉盧鳥望台這邊 這樣我傳到海拉盧鳥望台這個地方 在這邊 也在地圖的大概中央這個地方 這邊有很多 有很多 波克布林 好漂亮 就這張 硬硬的波克布林 然後我們把我們自己傳到 我們前幾集結的這個神廟這邊 赤箔上聖粉碎這個神廟 第五張怪物的照片 我想要去照 蜥蜴戰士 大概神廟出來以後 往左邊走 這邊有蜥蜴戰士 這邊有波克布林 都有 叫做噴火蜥蜴戰士 叫做噴火蜥蜴戰士 不用了這張不好看 剛才那張比較好看 那我們就把我們自己傳回 趕快把自己傳回 研究所這邊 我把自己傳到研究所這邊 這邊有傳送點 我們拿了試作的傳送感應器 然後我們拿了 照了五張怪物的照片 我們就回去找洛貝利 可以繼續進化 我們來新增傳送標記器 我們也拿到阿卡來古代研究所的 製作的古代標記器 Good job 他就來幫我們升級 我們就可以有傳送標記器 哇哈哈 我們現在有一個傳送標記器 他說如果之後再追加data 應該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還可以再增加兩個 要怎麼樣增加兩個 你要有十個地方的 map data 就是你要開十個鳥望台 我們現在已經全部鳥望台都打開了 哈哈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 拿三個傳送標記器 我們再跟他講話一下 就可以拿三個傳送標記器 我們就選新增傳送標記器 我們去收集到所有的map data 高達15個 哈哈 所以就一次給我們兩個 我們一共有三個 可以擺放在三個地方 喔 喔 全部要升 今天全部都要升級 然後我們要升級 我們的 哈哈 圖鑑感應器的功能 我們今天有五個怪的照片 喔 我這樣就有圖鑑感應器的功能 可以搜尋神廟以外的東西 喔 這時候如果被譯出他有圖鑑 在旁邊那個小機器人 就是他的圖鑑 全部的記錄都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要去跟那個小機器人互動 我記得那個小機器人叫小櫻桃 好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已經全部都升級完了 perfect perfect 這樣我們就來跟 這個小機器人 對話一下 這是他的 資料庫 database 所有的東西都記錄在裡面 哈哈 如果什麼收集不到的話 也可以用買的 哈哈 不會強迫你買啦 愛買不買 如果想要的照片的話 可以直接 告訴他 我們就來跟他 再跟這個小機器人對話一下 沒錯 我很在意 我要買照片 那就看看他要不要買照片 我來把它都買起來 那現在的話我只能買 就算我全買 也沒有辦法買到所有的照片 而且因為有些怪我們還沒有打過 不過大部分的照片都可以買得到 怪物的照片也是 大部分 你大概有五萬塊就可以把全部的照片都買下來 然後買材料的照片 我們就有所有材料的照片 然後還有所有武器的照片 然後還有所有武器的照片 武器的話就是單純是武器沒有結合的武器 然後有些是空的 然後有些是空的 因為有些武器可能之後才會出現 然後我們來增加寶物的照片 然後我們來增加寶物的照片 也可以搜尋水景 全部已經賣光了 之後還會新增照片 到時候再過來買吧 這樣就是這一集的薩爾達 我們升級了我們的平板 我們增強了神妙感應器 然後我們還有圖鑑感應器 我們還增強了拿三個標記器 然後我們還有足機模式 還買了所有的照片 我們下集再繼續在哈頓倫村冒險 我們下集見 拜拜